大家好,我是风哥 1945年4月1号 美军对日本冲绳岛发动登陆作战任务 数以百计的飞机跟舰炮朝着冲绳岛袭来 在巨大的炮火攻势下 日军根本无力招架 当天下午,美军就完成阶段性登陆任务 4月6号,日本海军最后一支联合舰队 其中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巨型战略舰 大和号 在既没有驱逐舰护航 又没有一架舰带机的情况下 毅然决然前往冲绳保家卫国 他们充分发挥日本武士道精神 是要跟美军决一死战 却不想,中途被美军侦察机发现 美国人也深知大和号的厉害之处 所以根本不予知正面硬刚 而是采用了群殴战术 拍出大约数百架舰载机 从航母上起飞组成战斗机群 像是一条巨龙朝着大和号猛冲过去 为了能够彻底击沉大和号 舰载机上还装有专门对付它超后装甲的 1000公斤重磅炸弹和MK46改进型雨雷 务必让大和号有来无回 看到敌人派出如此浩大的战斗机群 大和号的舰长立即开启全方位防御措施 120多门火炮齐刷刷对空射击 不让敌机靠近大和号 可是单凭高射火炮 怎么能够抵挡着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没过多久 在攻击机的掩护下 美军轰炸机开始集中火力 朝着大和号的弹药舱部位发起轰炸 许多鱼雷被同时放下 随着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巨响 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战略舰被击沉 而它的沉默标志着日本联合舰队的毁灭 同时也代表战略舰推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航空母舰 大和号战略舰是日本耗资 1500亿打造的巨型战舰 无论是配置还是实力 在当时的世界上都首居一指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 看一下大和号的建造历程 参与的战争以及被击沉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初 日本海军的综合实力寄身于世界前列 为了避免运输上被人卡脖子 他们决定秘密发动战争 试图夺下太平洋控制权 在当时海军作战主要还是依靠战略舰 由于日本本土工业薄弱 再加上资源匮乏 导致日本无法在战略舰的数量上 与英美这种工业大国相抗衡 于是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建造一艘全世界最大最厉害的战略舰 用来作战 而它就是大和号超级战略舰 1935年大和号首次被日本前海军中将设计出来 舰长263米 宽38.9米 满载排水量达到惊人的720808吨 为了建造这艘超级战略舰 日本政府特意对广岛的一个舰船厂进行扩建 1937年大和号正式开始建造 另一边海军技术部门 再加班加点地给大和号设计攻击武器 他们给战舰的主炮 安装了9门70英寸的超级火炮 直径达到惊人的460毫米 后来政府对这批武器进行测试 结果显示 70英寸的火炮不光威力惊人 就连射程都特别远 当火炮45度仰角时 能达到最远射程27400米 最大射高达到12600米 可以用于对空作战 其射速每分钟5到7发 同时火炮发射的炮战重达3000磅 相当于一辆房车的重要 而副炮则是12门两座三联装60倍径 155毫米口径舰炮 可以说大和号上的火力 胜过世界上任何一艘战舰 为了保护主炮跟副炮 制纪师给他们披上 26英寸厚的硬化缸作为盔甲 以保证他们在战斗时 不会被轻易摧毁 同样的大和号近身 也采用超后装甲进行保护 大大提高它的扛弹性 至于资料显示 大和号装甲最后的地方 能直径达到1米 这是什么概念 太恐怖了 后来工程师通过计算 光这些装甲就重达22500吨 为了减轻重量 工程师不再使用 传统比较重的某钉进行连接 而是采用焊接的方式 除此之外 针对战舰相对薄弱的船头 跟船尾工程师进行特殊处理 将其分割成超过1000个防水隔阶 必要时间可以把它们封起来 或者任其淹水 可以保证大和号在船身有破洞时 还能保持稳定 当时日本政府赋予它 不成战舰的美名 大和号在动力方面 安装了12台锅炉 4台蒸汽轮机 最大细航力 7200海底每16节 在大和号服役前夕 有了底气的日本政府 就开始搞事情 于1941年12月7号这天 突袭了美国的珍珠港 正式打响太平洋战争 美国就此顿日宣战 没过多久 大和号正式服役 它的首战发生在1942年6月 当时日本计划 在中统长歼灭美国海军 大和号第一任舰长 龚李秀德 故意将大和号放在 距中途岛三维里之外 准备诱敌深入一举歼灭 没想到这个计划 却被美军截获并破解 随后美国海军将计就计 果断放弃攻击大和号 转头就朝日本的 四艘航空母舰发动空袭 将四艘航空母舰全部击沉 同时日本海军在这起事件中 发现了一个大和号的致命缺陷 那就是面对漫天飞来的 战斗机攻击时 毫无办法 因为它舰上并没有配对对空武器 发现这个致命弱点之后 大和号立马被开往 楚克军事基地 加装防空武器 156门25毫米舰炮 时间来到1942年8月 美国不再坐以待毙 开始对日本发起反击 他们率先攻击了 挂打卡纳尔岛 日本紧急制定作战计划 抵挡美军攻势 毕竟是身处异乡 很快 挂打卡纳尔岛的弹药 跟食物严重短缺 没有办法 日本派出58艘战舰 为其运送物资 而出于对大和号的保护 日军一直将它停在 楚克基地长达8个月之久 随着战争的进行 直到1994年2月17号 美国海军对楚克基地 发动大规模空袭 他们派出500多架近载机 打得日本舰队措手不及 许多飞机没来得及起飞 就被炸毁 被逼无奈 日本战舰只能用高射炮进行反击 最终这场战役让日本损失 270架飞机 3艘巡洋舰 4艘驱逐舰 2艘潜艇 3艘小型战舰被吸尘 好在大和号被转移到安全地区 这才幸免于难 1944年10月 大和号正式参与第一场战斗 雷台湾海战 这也是他首次亮相在世人面前 令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 美国针对大和号厚厚的装甲 研发出比黄色炸药 威力大一倍的脱败克炸药 此战让大和号受损严重 最后侥幸逃离战场 火力配备如此牛逼的大和号 最终只击毁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 不过日军其他战舰 没有像大和号那么幸运 安全撤退 其中 另一艘超级战舰 武藏号被数以10枚装有托克败炸药的鱼雷和导弹击沉 舰上超过1000多人丧生 经此一战 日本海军的实力受到严重打击 只剩下一个大和号撑场面 而美国丝毫不给日本继续建造战舰的机会 于1945年5月 直接对日本冲上岛发动攻击 并且尝试登岛 大和号临危受命 前往主战场保卫家园 此战美军共派出大约有1500艘舰船 而日本加上大和号才9架战舰 当时的日本选择跟美国迎战 无异于自杀行为 更惨的是 大和号还没到中省岛 就被美国侦杀机发现 大战瞬间即发 美军派出数百架飞机 实施轰炸 他们集中火力 用一雷击中大和号的左旋 使船失去平衡 很快 战舰上原有的修正装置失去作用 随着攻击更加凶猛 眼看倾斜角度达到20度 大和号已经无力回天 舰长果断向领弃船 没过多久 这艘号称 永不沉没的大和号战舰 开始沉入大海 在这期间 船尾的弹药库受到攻击 发生爆炸 最终 这艘世界上最大的战舰 以这种凄惨的方式 结束一生 从服役到沉没 大和号只在海上航行4年 却花费了日本政府 整整1500亿日元 随着大和号战舰的沉没 日本海军也走向灭亡的道路 同时也宣告 大舰巨炮时代的结束 之后的海战 注定是机动性高 作战能力更强的航空母舰的天下 同年8月6号 美军向日本的长岛跟长崎 投放了两枚洋子弹 这给日本政府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 同时也让日本深刻感知到 美国的势力 所以在这没过多久 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 随着日本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拉下帷幕